每天三分钟知晓天下网球室 乔迷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7月16日星期日 欢迎收听收看由网球之家为您提供的新闻舞报 北京时间昨晚 2023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结束了女单冠军争夺战 杰克名将万卓索娃发挥出色 以6比4,6比4完胜6号种子托尼斯一节贾巴尔 职业生涯首次夺得大满贯单打冠军 也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首位在温网登顶的非种子球员 不仅如此 世界排名第42位的万卓索娃 还是自WTA引入积分排名系统以来 排名最低的温网女单冠军 这位在胳膊上纹满纹身的杰克人 在第二次大满贯决赛之旅中 终于实现了夺冠的梦想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种感觉棒极了 在我经历了这一切之后 去年这个时候我的 手臂还打着石膏 现在能够站在这里捧起冠军奖杯 简直不可思议 网球真是太疯狂了 捧起玫瑰露水盘的万卓索娃 也因此成为继2014年的科维托娃之后 再次在温网登顶的杰克人 凭借这个冠军 他将在下周的世界积分排名榜上 首次积身Top10 恭喜他 而被中国球迷亲切称为贾林的贾巴尔 在自己的前三次大满贯决赛中 全部以失败告终 在颁奖仪式上 突尼斯人情绪失控 泪洒当场 我尽量说几句吧 因为这真的非常艰难 我在照片里大概会看起来丑丑的 这也没什么帮助 我想这大概是我职业生涯最痛苦的一场试 历了 今天的势力很难消化 但我绝对不会放弃 我一定会更强大的归来 争取赢得大满贯冠军 总有一天我会成功的 我向你们保证 贾林继续加油吧 在昨晚进行的男双决赛中 头号种子库尔霍夫斯卡普斯基 以6比4 6比4 完胜15号种子格拉勒诺斯泽巴洛斯 捧起冠军奖杯 这是两人职业生涯获得的 首座大满贯男双桂冠 恭喜他们 我们再来关注下周赛事 北京时间昨晚 ATP250巴斯塔德战公布了南单签表 沦威名将鲁德 俄罗斯名将卢布列夫 意大利新星穆赛地和卫冕冠军F比赛伦多罗 领衔出战 德国人小资维列夫 西班牙名将弗基纳也将出战 ATP250格斯塔德战也公布了赛事签表 出战的中国一哥张之珍 首轮对阵一位资格赛球员 同时张之珍还将搭档印度球员巴拉吉 出战双打比赛 助张之珍好运 WTA250巴勒末战 北京时间昨晚也公布了正赛签表 中国一节正清闻持外卡出战 位列二号种子 首轮将对阵意大利老将埃拉宁 北京时间今晚 温网南单决赛将精彩上演 游戏冠王德约科维奇 对阵世界第一埃尔卡拉斯 开球时间是21点 另外 中国台湾球员谢舒威 与捷克老将斯特里索娃的跨国组合 将向女双冠军发起冲击 球迷朋友不要错过 最后来猜一猜认一认 下面这张图片是一位球员输球之后 摊倒在地 不做提示 您能认出他是谁吗 上期的猜一猜 有球员给出了正确答案 没错 图片上的人就是美国传奇大威廉姆斯 来源 网球之家作者特立独行